可是我問你一個問題 羅志強臉書講的 他到底國民黨是誰在道德綁架韓國瑜 他講的國民黨裡面 沒有人有資格對韓國瑜指指點點 他講的國民黨現在是誰在放話 我也不知道說誰在放話 如果我在判斷的話 也不是國民黨真正在掌權的人 我看他可能的 如果你要我真的猜的話 我覺得他可能講的是那個 這個也不能這樣猜 道德綁架 我覺得可能金府中的機會是大一點 他應該這樣講 如果要我判斷 我感覺是這樣子 因為他黨中央的人也不會這樣子做 對因為現在的話 就是我們金老師他是執行 他算是執行長吧 算是管這個兵服的 管兵服的情況下 他的策略跟黨中央想法 我還不覺得一定是一樣的